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EN AXIA TV 我是Music in the Sky 天音听 那很高兴啊 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啦 不过大家应该也听出来了 天音整个是大感冒 声音就像南低音一样 那请大家呢 出门一定要多穿一点衣服 因为现在天气真的非常的冷 那呢 今天天音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这三个小零食呢 就是 它有点像中国的妙脆饺 然后它是有三个味道 那天音今天就依依来吃吃看咯 然后我们先 因为它这个啊 其实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吃法 就是呢 它呢 因为它是可以把它放在那个手上 它是可以把它放在那个手上 然后天音今天就是要 来再吃吃看 它就是这样子 很可爱 它可以这样把它 把它 放在手上 嗯 这太小了 来找找看咯 你看 它这个可以这样很可爱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吃吃看这三个味道 那这三个味道就是 原味 然后这个是虾味 然后这个是那个黄油那个味道 所以 我先来吃吃看这个甜甜的味道 嗯 它就是原味 然后它有点玉米的味道 很好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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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吃这个 它有点 黄油口味 然后 有点带甜甜的 好吃 嗯 我觉得 今天这三个味道都很成功 但是天音比较喜欢吃这两个味道 一个是虾子味 一个是这个黄油口味 好吃好吃哦 大家要去买来吃吃看哦 好啦 那吃完了好吃的小零食呢 天音今天也要给大家来说一说 这个礼拜 韩国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新闻呢 跟天音一起来看看吧 好啦 那今天天音首先来来说的呢 就是我们的 Red Bebe 红丝绒小姐姐们 她们在17号 发布了自己的第二张正规专辑 Perfect Velvet 那这一次的新歌 已经发布呢 也是登上了韩国各大排行榜的榜首 可以说是成绩非常的棒 那新歌 卡布呢 也是融合了可爱的风子和舞蹈 也是非常的可爱 希望大家都要多多收听哦 那今天天音第二个要来说的啊 就是我们韩国非常少见的 男女缓和的组合派对 在21号呢 也是发布了自己的第二张迷你专辑 You and Me 那这一次的专辑当中啊 也是包括了九首音乐风格非常不同的歌曲 那新歌 You and Me呢 也是啊 融合了当下非常多的音乐风格 那也融合了看着自己的舞台表现 也说是非常的令人期待 那希望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哦 好啦 那今天天音的慢音拍韩语呢 就到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那天气啊 越来越冷 然后呢 已经马上要到12月啦 天音呢 也是戴着象征的圣诞节的红色帽子 来跟大家见面 那天音啊 最喜欢的12月圣诞月马上就要到了 希望大家在最后的一个月都要开开心心 顺顺利利哦 那这里是Ten AXIA TV 我是天音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